各位观众老爷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一盒了 为什么呢 现在我这个优牙卡 就是还是缺挺多的 就是缺个三四五六张的 三四五六张 因为其实通过这一盒 我觉得改变不了多大 改变不了多大 然后尤其是这个PR卡 PR卡这个还是缺了比较多的 就PR卡还是缺一张 那么如果从这一盒 由这个名人给我作为一个保佑 可以开导 我也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当然我也不奢望吧 其实我只奢望这一盒能开出一张 我没有的UR卡 这样就比较好 然后接着这是一张透明的名人 然后这是波峰水门 这张其实有了 然后这是三张 钢铁紫 然后是次郎房 然后还有耐凉路 耐凉路 对吧 耐凉其实是作为一个城市 我之前去日本旅游也玩过 因为耐凉那里有位小路 喂小路其实有时候你不能逗他因为他会咬人 所以说去那个日本当时玩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当然我是没有去喂这个鹿 我是看别人喂的 因为你一拿这一个饼干把鹿就围上来 因为他就认为已经被养习惯了 他认为人类会那个给他吃 但是像有时候呢 像有些朋友他会需要拍照 那么拍照就存在这个问题 那你要需要拿着 其实逗他 那么其实像有像有些小动物也是逗不得的 他因为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不懂 那么就会有时候就会增强 那有时候小一些小女孩 一旦害怕就会哇一下乱叫 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动物就会不淡定 他动物就会不淡定了 那么就会发生一些意外 对吧 那么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不同 这个就是不同 耐凉路 所以在动漫当中 其实也挺符合日本的设定 那么他们家在耐凉 那么耐凉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们家专门有个净之地 就是专门养路 所以飞断在那里死亡之后 在那里阵亡之后 他他其实也没有死 因为他姓邪神教 但是他也逃不出去 因为这个地方别人找不到 只有耐凉家的人才找得到 那么耐凉家的人 可能也不会把他放出来 对吧 然后这样名人是很可爱 对吧 名人其实其实也是属于挺努力的 其实就包括他的一些人数 其实他都是拼命的在修炼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他的一个精神 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个 那个变身术 其实是他最不擅长的 但是他后面就是一直在用这个变身术 对吧 因为他当然他学了 这样AR卡不错 他那个学了嘛 他那个学了多重颖分身之术 那你想一个都变不好 要变那么多 他得多努力 对吧 一当然他天赋高 天赋高 他的天赋是指什么 他的天赋其实就是九尾的力量 对吧 九尾的力量 当然他自己个人也努力 但是作为他从小的个人来说 我也觉得没有父母的关 确实是挺可怜的 其实他有时候 就是当时跟那个自来业老师学习的时候 他也看见啊 别人有分跟冰棍或者一起训练 他也有想撒娇 但是自来业呢 就是有想更好的锻炼 他就是故意说 啊不行 如果你要我赔 你要给我钱 当然这个自来业老师也是真的坑 真的把他的钱都花完了 真的也是把他的钱花完了 那么但是呢 就是确实经历了过这一段 没人才会自己想到各种的一个方法 就像没人自己到了庙墓山 庙墓山进行训练的时候 他会想到 哎 那么这个蛤蟆化不行 因为九尾嘛 九尾说 不给那个升座芝麻两位就是仙人挂在身上 那怎么办呢 那名人只能想到 我利用影分身吧 一个是在那个庙墓山进行一个仙树的一个吸收 另外一个在外面战斗 如果需要的就把那个招回来了 因为名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的影分身跟这个是可以互通的 所以说名人也是个充电宝 充电宝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 然后啊 这一下啊 没有开到什么好卡 虽然这一项大家就是 我觉得跟大家这个交流好像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开到一张好卡 那么我就就只有再开两包这个两两元卡 会不会运气吧 会不会运气吧 所以说好像这一包啊 这一包就是有点亏啊 有点亏 当然之前也开了不少的那个SR卡 哦 只要是一张 嗯 嗯 对吧 对吧 就不想说了 前代婆婆的SR卡对吧 我其实是要PR卡不是要SR卡 当然就是这个两元包之前已经开出过好卡 所以就有一个卡 就不做希望 哦 这是后面一张卡卡锡的SSR的雷切 其实这张卡我还是觉得可以跟大家重点的讲讲 为什么就是像卡卡锡的雷切啊 嗯 就是 嗯 是确实很厉害 因为卡卡锡就是通过这个可以切雷嘛 当然卡卡锡很多人数后面厉害吧 它关键还是因为有了血轮炎 没有血轮炎吧 它很多的洞察力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说血迹现界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哎 然后今天视频就开到这 然后希望下一期名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好运 谢谢 谢谢 谢谢